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了个郭美美的事情 搅得挺火乱的 我觉得挺令人感叹的 因为周永康出事是中共最上层的人 对吧 这是国家级的代理 国家九头鸟之一 而他所代表的就是公检法 正义 稳定 道德 那都归他管 都归上的 你看共产党宣传是这一套 结果出了另外一个事 是个高级妓女 这高级妓女的亮相给了很长时间 而这曾经最高的领导人呢 没在电视上亮相 好 可是他们描述的呢 这件事情正好穿了两头 什么两头呢 这个社会制度下的人 两头的人 而在人性败落上不找钱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场面 而这过程中绞杀 这两头就跟个轴似的 这么一转就绞杀的整体的社会的氛围 和社会的价值观 在这两个人身上都体现 可是呢 这样的事情被推出来 是与这个社会制度的今天没有权利的人 维护自己的利益 试图保护自己 无论出于他个人什么样的原因 都是这样的过程当中把这个 把他们俩给推出来 推出来之后呢 我们呢 老百姓看到的 我一直说 看到的是共产党的邪恶 是这个政体的 没有任何说 政体没有合法性 这是一个社会层面的词 政治上的词 没有合法性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就不止什么合法性和不合法性 看到的是这个制度对每一个具体人的 人性的凌辱糟蹋 对人的道德的摧残 对尊严的摧残 侮辱 那未来会怎么样 我跟大家提过推卫图 我不会看图啊 我只会看现在 和咱们就聊天 说清楚了 聊天 我不会预言 那推卫图42图 一个女人弹着琵琶 梳着爪 是个东方人 但是说这个女人是从西方来 然后放了个功 有功无鉴 那边是一支玉土 所以我个人的说法 个 纯个人的说法 在西方的宗教当中呢 我在北美呢 可能具体的日子有差异了 但是有两个节 一个是复活节 一个是Good Friday 然后Good Friday完了 紧跟着就是Easter day 那英联邦的国家都是连在一起的 是一个日子 那美国跟英联邦国家 对这个时间呢 是有差距的 那可能跟天主教 基督教 也就新教他们之间有一些认识上的不同吧 但是他都有这两个节制 Easter意思呢 就是人类的未来在东方 我刚才跟大家陈述了我个人非常有限的认识 周文王他也是重述人对神的概念 而他真正兵器的是人中欲望的那种泛滥 那对比今天是同样的道理 那如果是Easter的话 很多人认为未来是在中国 对吧 这是我们讲的 但是未来的在中国 可是今天的中国都是钱和贪欲男女乱来 而正常的理念当中不应该是这样 这恰恰是被大清洗大清扫出去的东西 对吧 是带来灾难的东西 那就印了那个推背图那样 是个东方人的样子 弹着皮吧 那这是舞台演出 这是文化 但又从西边来 大家就琢磨呗 我想不出来 又从西边来 但是又是东方的文化 东方的文化传递了什么呢 传递了精神的重述 才会有未来 他兵器的是功 所以在文化 人的道义从述的过程当中 有着类似的杀虐的存在 武力的冲突 但他在天意的角度来讲 这样的杀戮只是个过程 因为有功无鉴 那正义的一方 就像周温王 被周王百般凌辱禁锢 但是周温王依然恪守着自己 对天道的坚守 那个是那么 这细节咱不说来 我也记不住 不会 而有之玉兔 那玉兔代表着和平 代表着慈悲 代表着普世的那种 人中的善念 中国的未来 我个人就是认为 就在过程中 陈破空先生写了一篇文章 应该是前天写的 揭示了他 从他的角度认为 这一段时间 这几天曾经发生过 某些政变的故事 你记住啊 功落地 有功无鉴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那这篇文章是在自由亚洲电台上 他说中国可能发生了某种形式的政变 这篇文章写的非常长了 他提到了目前有一个大的军事演习 叫火力2014 是7月15号开始的 他说是一种实战演习 包括在北部湾 渤海黄海东海等等等等 他说这次军演呢 是从7月开始将持续到9月底 那部分演习呢 将持续到11月20号 紧接着他提到一个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大军演不像是针对外敌 或者说不像是完全针对外敌 连想到29号 在大军演掀起高潮的时候 毫无预警的 几乎是悄悄的 习近平当局突然亮出底牌 干死了周永康 在获得相对安全的社会反应之后 才依次推出精心准备的 狠接猛批周永康的舆论大围剿 他就说整个这个背景了 然后他描述了整个这一次的过程 这个我们在节目中陈述非常多了 他说30号中纪委进入了上海 这是中纪委第一次进入上海 那其实是28号 王宗南上海光明食品集团的董事长 王宗南被带走 光明食品集团前身是上海移民食品议场 江泽民任过那里面的第一副厂长 在上个世纪60年代 一九五几年 王宗南自己说江泽民是光明品牌的缔造者 然后他就提到一个说法 他说调查商人周正义的时候呢 整的是陈良宇 调查徐明整的是薄熙来 调查刘汉吴兵弄的是周永康 今天调查王宗南势必弄的是江泽民 就是因为那是江泽民自己的买卖卖 所以他提到一个说法 三军四海大军演是针对内地 就是当他决定动王宗南的时候 就要防止整个江家帮的反扑 所以用军演的方式 军队动起来 现役的军官 那在执行军委 应该是军委改革小组的命令过程当中 可能在这个军演的掩盖之下 就要清扫 既清扫原来江家帮的武装的力量 威胁的力量 又起着保护现在国家的主人 大概是前后是这么一个说法了 他首先提到了 正好是家务战争的120周年 在舆论上营造某种声势 那紧接再次提到 在7月10 我们都讲过了 7月14号到7月20几号 习近平外出期间呢 突然出现了这个飞机的这种大的延误啊 等等这些现象 而这个飞机延误和这个飞机的航班被取消呢 大多发生在是北京到上海之间 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 石涛在节目当中解释非常清楚了 我说这是障眼法 里面一定有东西 里面一定牵扯到这些问题 很多人提到一个 其实有一个网上的说法 说这个时候的习近平不应该出去 他讲当初华国锋被这个邓小平干掉的时候 就是华国锋去了朝鲜访问 在回来的时候发觉麻烦了啊 据说是陈云呢 是陈云可能找华国锋说 你要识实务者啊 你要识实务 没那本事 没那金刚钻 别懒着刺激活 你该歇菜歇菜 大概是这么说法 所以 因为现在看到的这种场面的争论呢 有着类似的争论 但是我个人认为 有着放风之弦了 所以他提到 当下的北京与上海 隐隐都可以看到 这是两个今天中共上层的权力中心 那北京是习近平 那具有正统性和合法性 上海是江泽民为核心的旧的势力 盘踞着上海帮和老人政治 这个他就点了题了 他说因为薄熙来徐灾后 联手要策动政变 周永康遭习近平王岐山追缴 一年半多来迟迟没结果 正是因为政治老人的阻拦 从中作梗 习近平出于巩固自身权力 下决心干掉周永康 势不回头 那政治老人 顾及到迫近面太大和危急自身 因而强力出手阻扰 双方僵持不下 就只能摊牌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就比较接近了 我们原来的跟大家交流的 基本上就这么个讲法 薄熙来徐灾后 加上周永康去政变 要推翻习近平 没有道理 我再说一句 没有道理 他真正的道理就是后面的老人 就是上海帮的头头 江泽民 只有他去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三个人都没道理 对吧 周永康 富可抵国 全是超越于所有的人 死了的他都这么费劲拿下来 他犯不上去招习近平 薄熙来 有着篡位之道理 有这么一个人物 可以被跟江家帮同流合污 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徐灾后就是个混流氓 混混流氓无所谓 只要我今天有女人有钱 什么我都无所谓 就这么点事 你看 你以为是将军 我跟你说那是虾酱 吃过虾酱吗 又臭又咸 但有人爱吃那味的 所以文章讲说 7月份北京以夏季客流量增加为由 加强了地铁的交通安检防护措施 包括垃圾桶都规定每15分钟就要到一次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觉得吃惊的动作 他说动辄取消京户航班 更可能的动机是阻止有人在京户两地串联 发起突然的袭击 这是陈破空先生的推理 我跟大家讲的已经 我觉得讲的很明白了 迹象显示 中国可能发生了某种形式的政变 发生在北京与上海之间 这种政变可能出自于反对习近平的势力 但遭到习近平阵营的足迹 成为了未遂政变或者流产政变 也可能出自于习近平阵营 以某种非常的手段 剪除掉了某种政治势力 他说如江泽民的派别 华国锋敢干的事 习近平未尝不敢干 华国锋干什么了 干死四人帮了 文章最后 陈破空先生引述了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 把这件事情说了 然后再提到301医院 江泽民提词正在被拆除 那有照片为证 那更可能已经发生了事变的注解 江泽民那样的蛤蟆 我说过四条腿剁了 他也得把肚子鼓起来要放一屁想熏死对手 他就那么张扬的人 拆了他的字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做法 我的节目当中相对保守一点 就是说他拆字的 这个字的拆法的原因 要值得商讨 我们得看是什么样 但是确实把那拆了 文章讲习近平的动作似乎比外界想象的快 或许不是他图快 而是形势不由人 形势比人强 那有人更要逼他更快 权力斗争先下手为强 先发制人 习近平王岐山申明此道 中共政坛走向好戏还在后头 这个是我觉得最后这话 说的就是是沉默工的话 是这么回事 没活路了 就是没有什么活路不活路的 必须得干 这就是我说我个人理解的第四十二图 一定干 但顺天意而为之 怎么干都成 对吧 什么叫天意 我刚才讲的也很清楚 西方说的East 西方说的大审判 那所有真正做人的尊严的道义的重现 透过文化的方式清除掉中共的党文化 那和平降于人间 像玉兔一样 人们恢复正常的 人应该有的尊严与生活 这就是未来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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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